你好 你好 李安宇 你来我们公司月薪想要多少呀 不多 两天吗 不对 两分 两分 对啊 李安宇 你是我借过的员工中最好的一个员工了 你先别激动我了 我的意思是 第一天给我两分 第二天给我四分 第三天给我八分 以此类推 怎么样 这样的话也不过几块钱而已嘛 好就这么办 嗯 那 我就先走了啊 明天我就过来上班了 别看头几天你就给我几封钱 到15天 你就得给我上千块钱了 等到了月底呀 那就得上千万了 嘿你的公司都是我的 嘿嘿嘿嘿 老板 我知道错了 咱们别这样借工资的行吧 咱们还是越借吧 一千两千都行 这样下去了 我实在扛不住了 哎呀 这不是才过了十几天吗 没事 我觉得这样借工资挺好的嘛 好神话 这十几天 我总共才领了十几块钱 房租 信用卡 还有各种白条 全都去气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老板 我错了 老婆 还是回冬村老家舒服啊 上班太累了 对呀 老公 可是咱们也不能不上班呀 还是贪开点吧 老公咱们吃什么呀 不吃了 吃饭还得做 不行 我饿 那你饿 你做 我都不想动了 那就还是给你做个土豆炒青菜吧 又是土豆炒青菜啊 天天吃土豆炒青菜 天天吃土豆炒青菜 都快吃成土豆了 也是 能不能做点别的 那老公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麻辣小龙虾 还有麻辣鸡翅虾 什么 还麻辣鲜龙虾 想的挺美 咱们就吃那个呗 那你去买我 我来做 都不想动 要不你去买吧 谁去啊 那我去 我去买 你来做 行 让我做也行 就是你得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看你能不能答出来 没问题 你老公的智商可是很高的 放马过来吧 你只要是答上来一道题 我就给你做麻辣小龙虾 你要是能答出来两个 我就给你做麻辣小龙虾和麻辣鸡翅虾 行啊 放马过来吧 我先给你出个简单的听好了 你说读完青花大学需要多长时间呢 简单 这题难不倒我 读完青花大学只要一分钟 可以啊 算你对一道 下一道听好了 为什么企鹅前面是白色的 后边是黑色的呢 这是为啥呀 企鹅不是天生就是那样吗 不对 借着猜 那就不知道了 这也太难了吧 因为啊 企鹅手短 搓早搓不到后半 妈呀 这答案也是厉害 谁能想到呢 答错一道了哦 最后一道题也挺好 什么东西往上升永远掉不下来呢 这个我知道 就这么简单的题 你也好意思来问我 不就是年龄吗 可以啊 我咋没发现你还这么聪明呢 那是 你老公这么聪明 答对两道了哦 我去买食材 我和你一起去吧 好啊 老婆老婆我爱你 保密托佛保佑你 原里有一个好身体 健康又美丽 今天来说一个地方 青铜峡 也是我的家乡 这个地名呢 非常有特点 也是 全国来说很少有的三个字的地名 从小我就好奇 他为什么叫青铜峡呀 后来 带着这份好奇吧 我去研读了一些资料 我发现他既然和 咱们大禹治水有关 这就得 追溯到上古时期了 在这个 瑶帝和顺帝 他们执政的时候呀 咱们的母亲和黄河 可是不太安盛 连年的 黄泛 经常呢 殃及百姓 这个 瑶帝和顺帝呢 就召开会议啊 得选一位水利部长 给咱们治水呀 当时选的这个人呢 就是滚 这个滚治水呢 他 他只会用堵的方法 就是 哪有水了 就把它堵起来 最后呢 是 水 越堵越多 水 越堵越泛辣 反倒是祸害了更多的百姓 最后实在没办法呢 他就 把这个祭祀用的 青铜器 融 融了以后呢 铸成了 炙水的 用具 这一下呢 惹怒了天地 这个时候呢 当时的顺帝啊 就把它朱砂在了 雨山 雨山就在今天 江苏省的东海县 和山东省的 陵树县的交汇处 滚 死了 那 这个炙水还得继续呀 让谁炙水呢 就让滚的儿子 也就是大雨来炙水 大雨 吸取了他爸爸的教训 不能再用堵的方法 而是用疏导的办法 让这个呢 河道呢 都能够 疏 疏解开 把洪水呢 引向了大海 可是呢 大雨在炙水的时候呢 黄河到了宁夏境内呢 遇到了一块大石头 这块石头 这块石头特别的巨大 雨带着他的团队呢 花了很久的时间 都没有能凿开这块石头 大家都快放弃了 这个时候呢 听说山脚下呢 一个镇子里边 有一位老人 他呢 制造的这个兵器 能够消铁如泥 这个时候雨 就带领他的随从呢 到了这个古镇子里 找这位老人 这个老人呢 一听说 来的是大雨 是造福百姓 治理洪水的大雨 那非常的 非常开心啊 然后呢 他也欣然答应了大雨的请求 要为大雨呢 铸造一把 能够劈开巨石的斧子 但是呢 七天七夜 这个斧子呢 就是因为斧子太大了 而火势始终是不够 这个斧子 几乎功亏一篑 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位铸造兵器的老人 纵身跳入了火海 他用他的一枪鲜血 等于是 使这个熊熊大火呢 燃烧的更加旺一些 这个时候呢 一把巨斧呢 总算是铸造而成了 大雨呢 拿着这把巨斧 和 这位老 告别了这个老人的家人 然后呢 到了这块大石的跟前 然后 用足了力气 一斧子下去 劈开了巨石 使 淤积在 宁夏中宁境内的这个 黄河水 能够 疏解 流淌而去 使当地的百姓呢 不再受这个洪水的困扰 正在这个时候呢 黄河 正在这个时候呢 西洋西下 照的这个黄河水面呢 是如青铜一般 映在了 这个 劈开的 峡谷的 峡壁上 所以呢 大雨 就用巨斧 在峡壁上 提写了 三个大字 青铜峡 这就是青铜峡 这个地方的来历 大宋朝文艳博 幼儿道有冠血 浮囚之志 司马温公道有破瓮 救儿之谋 汉孔荣四岁让礼 懂得谦逊之礼 十三郎五岁朝天 唐留燕七岁举汉礼 汉黄湘九岁温席奉亲 秦甘罗一十二岁 有宰相之才 吴周瑜七岁学文 九岁习武 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 统戴千军万马之杖 六军八十一州之兵权 施苦肉献连魂 借东风借凋零 火烧战船 使曹操文风丧胆 险些命丧江南 虽有卧龙凤厨之相邦 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